有一次他梦见跟师父去放生 然后走过一条街 然后走进了一间房子 有两个妇女 然后他就跟 他就说师父就跟妇女在讲话 然后有小孩子 边上有小孩子在玩 他就拿着手机在拍照拍照拍照 然后呢 就等一下转身看那两个妇女 拿一个背把师父盖上 盖住 盖到头顶上 他就很紧张转头一看 就讲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的师父 然后他很紧张 然后就把手机放进他的衣服里面 就是他感觉他就穿着一件外套大衣这样的 金光灿灿的就把手机放到他的口袋里 然后就惊醒到自己 为什么他穿着这件衣服是金光灿灿的 因为他自己金光灿灿有佛光普照 师父妈肯定是经常把人家背叶的 有时候为了救人家 人家骗我 我现在在现实当中多少人骗我 说我会好好修的 有些他们自己住这里知道 嘴巴里说好好修了 双手合掌了 心里不好好修 不是叫骗我 不一样 好好的 感谢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